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的报道当中我们提到 随着中国推出国产树上熟榴莲 作为全球第二大榴莲出口国 以及猫山王独一无二口味 来享誉国际的马来西亚 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否则未来可能会保不住 榴莲王国的地位 目前中国还不是大马榴莲产业 最应该担心的对手 不过一些大马榴莲原主 还有种植专家则是提醒说 在榴莲产业走向全球化之后 马来西亚更应该害怕的是 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特别是榴莲界的新兴 被看成是一匹黑马的越南 除了越南 有榴莲种植专家也警告 如果我国再不进步的话 也可能会被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给超车 最终沦为没落的榴莲王国 那为什么在那么多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当中 越南会被看成是黑马呢 这是因为越南近几年来大肆发展榴莲种植行业 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之前的报道们提到说 那中国它是全球最大榴莲消费国 全球几乎90%的榴莲出口量都在中国 而五六年前才开始大规模种植榴莲的越南 在去年的九月份 已经成功获准出口新鲜的榴莲到中国去 预计今年对中国的出口额会达到10亿美元 也就是超过44亿令吉 而越南成功大举攻入中国市场 是因为它拥有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没有的地理优势 越南它坐落在中南半岛的东部 而它的北部和中国的广西和云南区接壤 正是因为处于披零中国的地理位置 让越南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将新鲜的榴莲直接出口到中国 毕业于大马伯特拉大学农业系 有着24年榴莲种植和研究经验 并且经常到国外担任榴莲种植顾问的 大马榴莲种植专家林振奇 在接受八点字日报的访问时指出 越南的榴莲运输到中国的成本 比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都来得更低 因此越南能够以更低价卖出 新鲜又相对于便宜的榴莲 是越南打开榴莲王国的金钥石 大马榴莲园主周生哲则表示 越南发展榴莲产业的路径 其实跟泰国非常的相似 甚至可以说是泰国的翻版 当泰国的榴莲品种金枕头 在中国卖得很好时 越南也跟着种植金枕头 通过一样的路径成功打进了中国市场 但是相较于泰国 越南的优势是 他们有着广大适合种植榴莲的土地 它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 还有口味去调整所种植的榴莲品种 那这也是越南近年来 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榴莲产业中 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越南其实是一个星星 它集合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优点 越南它完全是看市场 因为它很新 它种植年份不够十年 它这十年里面流行什么果 它就种那个树 然后它是用很先进的泰国技术 去种一些市场需要的果 其实越南真的会有优势 越南猫山王是 它可以空运鲜果 去到中国市场 毕竟它在瓦西附近 然后它也可以运新鲜的榴莲 在越南来讲 它可以种的地方是比海南来得大 气候更接近马来西亚泰国 越南人工便宜 农民的态度也是很不错 从地理位置 气候到人力资源 被誉为榴莲界新兴的越南 可说是集合了天使地理人和的优势 在大规模种植短短几年后就做出成绩 还获准出口新鲜榴莲到中国 摇身一变成了其他东南亚榴莲生产国的最大威胁 而受访的大马榴莲原主和专家都警告 如果马来西亚的榴莲产业再不提升 即使是掌握了出产猫山王品种的天之胶子 在未来五到十年内 就可能在榴莲王国的牌位上被刷下马 我们要跟越南争第二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会在这几年里面就会被超越了 因为他们有现成的 他们可以从他们的陆地那边进去 那个已经是有优势了 马来西亚我看前三名排不到 不过潜能的可能就是泰国 远南 印尼 老挝跟柬埔寨可能会结起 包括福利宾 我看再多五年 十年就应该被超越了 除非我们也不断加倍努力 因为其实每个国家都往这个榴莲的方向走 所以说是来定了的 随着榴莲产业走向全球化 竞争激烈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但受访者都表示 大马榴莲产业还面对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自我感觉太良好 许多榴莲业者总是认为 大马猫山王是无可替代的 但却没有想过别的国家已经迎头赶上 而且分分钟会超越大马 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自我感觉太好 我们就认为榴莲是最好的最好吃 我们一定要在不断地提醒投资者农民 说我们不能活在舒服感里面 其实在成功里面我们要更努力 我们看到我们很努力的时候 七跟中国比的话 他们的努力是真的 我们要有一个危机感 危机感真的是我们都应该要有的 马来西亚的农民真的需要加把劲 不然真的是有一天被人家超越 我们觉得是未来的日子里面 这短期内不会发生 尽管大马榴莲王国的地位在短期内不会被撼动 但是大马榴莲种植专家林振奇表示 大马榴莲业者不能够一直活在自己的舒适圈 只做高端市场 而忘了不是所有人都吃得起贵品种的榴莲啊 他表示越南和泰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市场稳稳分一杯羹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出产的金枕头榴莲 不知产量多 价格还便宜 中国中下老百姓都吃得起 但是比起金枕头 大马的猫山王产量非常少 所以价格自然也高 因此如果要让大马的榴莲从高端市场走入中端市场 除了可以在不影响榴莲的品质下加大产量 还可以通过减少成本进而压低榴莲的价格 那大马的榴莲产业又可以如何去缩减成本呢 林振奇表示 越南有将近一亿人口 再加上越南是发展刚起步的国家 所以人工自然就比大马便宜了 而大马目前还在使用这传统的种植方式 这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而聘用外劳并不便宜 因此如果能够减少人力资源 逐步走向机械化 那大马榴莲的成本才能降低 售卖的价格也自然才能压下来 但是减少人力走向机械化 那需要大笔的资金啊 这笔钱从哪里来呢 对此大马榴莲园主张卫顺以泰国作为例子说 泰国政府会向那些榴莲业者提供技术的资助 那如果马来西亚政府也能够为榴莲业主提供一些支持 像是补贴资金 那大马的榴莲种植技术 也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另一名大马榴莲园主周生哲则指出 大马可以将旅游和农业结合起来 开拓榴莲新产业的生态旅游 这也能够提高大马榴莲产业的竞争力 让马来西亚这个榴莲王国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您导致不清地 现在才一个担了 都是一個左詞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